滚滚浓烟 马力波的亚素钢铁厂时不时传来爆炸声 这里是乌军最后顽强抵抗的据点 据说有400多位外国志愿军被包围在内 马力波市长顾问安德瑞·游申科说 俄军封锁马力波出入的一切管道 向当地市民发放通行证 没有领取通行证的居民 不准上街也不许前往其他城区 期间城内剩余的南丁都要过滤 其中部分人会被拉入俄军 部分人清除断瓦残垣 被认定不可靠的会被隔离 送往乌克兰东部最前线的新亚素斯克市营区 现居以色列的俄裔大亨聂夫兹林 14日在脸书爆料 他从克里姆林宫消息人士得知 俄罗斯国防部长肖伊古 先前因为非自然因素突发心脏病 被送进加护病房 推测是普丁不满俄乌战况 下令暗杀的结果 就算活下来 可能也只剩半条命了 聂夫兹林还进一步爆料说 俄军约有20名将领 涉嫌贪污10亿美元的军费 而遭到逮捕 他还说普丁准备用于攻打乌克兰的一笔钱 可能也都被贪污光了 日前有国际人权组织指控 俄罗斯为弥补空缺 正招16岁的年轻人接受训练 准备送他们上战场 而这违反日内瓦公约中的保护儿童法 乌克兰及乎联合国立刻对此展开调查 新唐人记者韩非综合报道